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跟大家講一個 二十世紀的時候 二十世紀初 有一位偉大的 哲學家的故事 他叫做 維根斯坦 看過他的一個傳記 他是奧地利的人 奧地利大家知道吧 他很年輕的時候就完成了一本 很有名的哲學著作 叫做《邏輯哲學理論》 他就認為自己對於哲學已經完全搞通了 他不用在這個領域裡面再探討 他以後也不要再做哲學研究了 後來他就跑到奧地利 就跑到他的家鄉 山上的一個小村莊的小學校 教小學 這蠻有意思的 他有哲學家然後去教小學 結果他的 EQ很不好 脾氣暴躁 那你要知道那個是 那是大概七八十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代比較沒有像現在這種 所謂愛的教育 所以他尤其是他特別暴力 就如果學生功課不好不讀書 他就拳打腳踢 甚至打到小學生都受傷了 頭啦臉啊都被他打傷了 後來引起村民的貢憤了 貢憤就把他趕走了 趕走以後呢他就到了英國劍條大學 當教授 後來他成為局勢文明的大哲學家 很受尊敬 可是呢他發生一件事情 結果他心靈產生很大的危機 結果最後呢 嚴重的精神病 精神崩潰了 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治療 那他在復原的過程之中啊 他就察覺到自己會精神崩潰啊 是因為有罪惡 他這一個哲學家很有智慧 是因為有罪惡 他一定要去彌補以前的罪惡 尤其最大的罪惡就以前欺負那些小學生 所以呢 這已經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情 那些小學生都已經二十五六歲三十幾歲了 他就從英國回到奧地利 去找以前被他殴打過的這些學生 一個一個的去拜訪 每個都給他找到了 像你們小學老師啊 找上門來了 每個都給他找到了 然後一一向他們懺悔 甚至跪下來請求他們原諒 這麼虔誠 好像一個朝聖者一樣啊 把色萬里啊 去尋找他教過的學生 而且是跪在地上向他們懺悔 請求他們原諒 因為他知道唯有這樣子呢 才可以彌補自己的罪 他的精神病才會好 因為他所有的 痛苦都來自於他有罪 他必須要請求他們的原諒 才可以把內心的罪惡啊 那個濃瘡啊 治療好 他是一個哲學家 他很清楚 結果你知道嗎 他這些學生啊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竟然沒有一個原諒他 沒有一個肯原諒他 所以我們有時候想的很簡單 我們傷害人啊 我們帶給別人痛苦 我們想 我後悔了 你就應該原諒我 誰要原諒你啊 像他這樣子 這麼誠懇地去懺悔 沒有一個人願意原諒他 越看到他痛苦 越不願意原諒他 你當初讓我們痛苦 為什麼今天要原諒你 你受苦 你受罪 是應該的 這是這個 維根斯坦的真實故事 所以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我們要注意 千萬不要傷害別人 傷害別人 最後呢 就會最後結果是傷害到自己 但是有時候呢 我們人生 也覺得我們沒有傷害到別人 可是我們還是會碰到受苦的時候 生重病的時候 精神崩潰的時候 事業崩潰的時候 家破人亡 災禍現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是上輩子的罪業 我們的罪業太多了 真的碰到所謂的業障現前的時候 就像這個哲學家 維根斯坦 他業障現前了 但是他知道 他知道自己是因為二十年前犯的錯 他還去彌補 可是沒有人願意原諒他 那如果是我們呢 我們有時候 業障現前 我們還不知道自己造了什麼罪 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最簡單的辦法 就是念佛 今天我們得到了 直瞧今天才得到 你有得到那個五字真言 你念別人給我聽聽看 五個字 對 這是彌勒佛的名號 念佛可以消業障 以前普賢菩薩講的 一切業障就像海一樣的深 就像海一樣的深 他這個 維根斯坦那波是一個小小的業障 他沒有得到 沒有得到原諒 沒有得到赦免 他還是活在痛苦之中 讓我們業障像大海一樣 但是呢 這些業障從哪裡來的呢 都從妄想生出來 物資亂想 最後你就亂說話 先是亂想 最後亂說 最後亂做 造成了所謂的業障 而業障呢 就會造成你的痛苦 你的疾病 你的失憶 你的精神崩潰 然後你的欺离止善 家破人亡 都從這個業障來的 都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 皆由妄想生 那你想要消除這些業障 若欲懺悔者 有一個最簡單的辦法 端坐念十項 端端正正的坐在那裡 手抱合同 念 一直念一直念 藥有誠心 一直念 這是藥啊 這是治業障病的藥 業障就會消掉 你也不用去 像那個維根斯坦一樣 從英國跑到澳國去 去找那些學生 找到以後跪在地上 跟他們懺悔 沒有人要原諒他 沒有人要原諒他 人家幹嘛要原諒你 只有念佛 只有念佛才可以 徹底把這個業障消除 我舉個實例來說 在台北 在台北一個道心啊 他在58歲那年 這個道心因為年輕的時候啊 就是 簡單的說破壞人家婚姻 成為別人的第三者 而且 第三者不是當個兩三年喔 是三十年 當了三十年的第三者 然後在這個三十年當中啊 他墮胎過無數次 看業障重不重 被他殺掉的那些胎兒 是不是 為什麼要原諒他 最後這些惡果啊 結成什麼 在三十年之後 他58歲那年 在那大腸啊 長了一個五公分大的 差不多這麼大 一個惡性腫瘤 一個癌症 大腸癌 那他還知道啊 那他還知道啊 這是我這些業障 因為我 我當人家第三者 我又墮胎這麼多次 但有什麼辦法呢 他已經生出來啊 照大腸鏡 切片檢查 確確實實 是惡性腫瘤 這麼大一顆 然後呢 這時候 他叫住院開刀嘛 開刀切除 醫生安排好時間 因為檢查報告出來說 確定是惡性腫瘤 然後一個禮拜以後要開刀 這一個禮拜他每天都 端坐念實想 除了在佛堂燒香叩手以外 每天都在用三寶 沒有間斷 一直念一直念 一直念佛一直念佛 念實相就是念佛 因為佛才是實相 其他都是假相 佛才是真實的 他就一直念一直念 一個禮拜 然後呢 要開刀之前 要做最後的大腸鏡檢查 開刀之前 結果那個醫生呢 照腸鏡一照 嚇一跳 那五公分的流啊 變成兩公分 變成那麼小一顆 這麼大一顆 變成那麼小一顆 醫生就說 怎麼變小了 因為上次照相那個 相片都還在的 照片都還在的 就親眼看到他變小 醫生也大食一驚 本來是要開刀 不用了 我直接大腸鏡 順便把你割除了 割除以後再去檢查 他又緊張了一個禮拜 那個禮拜每天念佛 因為歡迎又要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以後呢 患驗結果出來了 變成良性 他就這樣好了 到現在還好好的 這十幾年前的事情 到現在都好好的 他這個業障 可比維根斯坦大多了 對不對 可是他用對方法了 就消除了 所以我們 人生有任何的不如意 就像維根斯坦 他人生有不如意了 他這個哲學家 他很有智慧 他知道原因是因為 有罪惡的關係 我們也知道啊 我們也要知道 你人生有任何的不順利 都是因為你有罪 因為有罪惡 那你要消除罪惡 最好的辦法 就是念佛 就是用三寶 持之以恒的用 不是隨便念兩句啊 要學這位 剛剛講的這位陳女士啊 他一整個禮拜 不間斷的在用 一直念 一直念 日以繼夜 晚上也睡不著 睡不著就一直念 結果這麼大的業障啊 惡性腫瘤那妖命的 就這樣子消除 變小了 而且變成良性 這個絕招啊 傳授給你們 那這個 今天講這個就是兩點 兩個要注意的 第一個 不要傷害別人 不要妄想說 你傷害別人以後 你懺悔了 別人就應該要原諒你 他有權力不原諒你 他幹嘛要原諒你 大部分人是不會原諒的 第二個 就是 你真正要懺悔 最有效的辦法 就是念佛 好 大家聽懂了啊 有沒有什麼疑問 請說 那還不一定 天曉得他的罪 還沒有上輩子的罪 當然原諒他 就可以了 原諒他他就沒罪了 真正的原諒 不是嘴巴不好意思說原諒他 我覺得外國人比較誠實 要是中國人 可能就好好好 原諒你原諒你 去死吧你 中國人比較虚偽啊 老外可能就是 不原諒就是不原諒 不過回教是這樣啊 回教說你 你如果做了對不起別人的事情 一定要取得對方的原諒 才算是懺悔成功 不能光自己懺悔 回教是這樣 回教的 教義啊 說懺悔必須要取得對方的原諒 那我們可以念佛 念佛然後回向給他 祝福他 祝福他一切如意 你真的拼命念佛的話就可以消除 真的你念得下去啊 真的你念得下去 犯很多錯的人有個問題 他念佛念不下去 你犯錯 你這種存心想要犯的錯 再念佛去補的 你念佛會念不下去 沒辦法念到一心不亂 沒有悔過之心 你要先懺悔啊 若遇懺悔者 所謂懺悔是 懺就是 就是以前我所做的一切 我懺悔 我認錯 然後悔的意思就是 我以後再也不做一樣的事情 要懺悔 這叫懺先罪悔後過 懺的是先罪 悔的是以後的過世 你要先有懺悔的心 就是我再也不犯了 這時候念佛才有效啊 你如果心裡想的是 念佛消消再來幹壞事 我喝酒 賭博吸毒 快來念佛 消了以後我再來吸毒 你沒有懺悔嗎 沒有前面第一句啊 要懺悔懺悔者啊 你要真心懺悔的人 那不知道怎麼辦好 就像這個 就像這個維根斯坦 他是真心要懺悔的 那這時候他如果念佛 或者以基督教徒來講 他禱告 這個聖經也是這樣講 你禱告比直接去 請求人家原諒還快 那我們怎麼知道要念多久 不能念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消 你就拼命念嘛 念到你問題解決了 就算消了 對啊 有拼命的念 要念佛啊 要念到什麼 一心不亂 很專注很專注 念頭都只有 前念後念都只有佛號 沒有間斷 沒有掺材一大堆的妄想 那就是說念佛成功啊 就會達到消業障的效果 這種例子很多啊 我們道場裡面這種例子很多 關鍵就在說 他有沒有辦法 像我剛剛講的這位陳女士啊 他這麼專注的 連續七天的拼命的念 不間斷的念 好 請 對 做家事也可以念啊 他也是一樣要做家事啊 就是隨時隨地的念 想到就念 一直的念一直的念 好 那今天有做的念佛之外 還有一個方法嗎 當然有啊 我今天就傳這招而已啊 呵呵呵 方法很多啊 但是這招 對大部分人來講是最管用的 直接念佛 一直念一直念 這個不是我講的啊 這叫世間第一燦 第一燦悔法 這個是佛經裡面講的 最好的忏悔法 消罪的方法 就是念佛消罪 嗯 其實像基督教上去有 嗯 有像告解 告解也有啊 告解你就在佛前 佛前 佛前發漏懺悔就好了 啊我做過什麼壞事啊 佛菩薩原諒我吧 然後就一直念佛 這樣就可以 但有時候告解是這樣 是這輩子的 你上輩子有犯過什麼措施 你根本就忘記了 對不對 你怎麼告解 所以還是 知道的過世要告解 佛家叫做發漏懺悔 基督教叫做告解 哎好 沒關係 你說 嗯 啊 嗯 嗯 你就光念這個 念到一心不亂 所有的罪都消 你念多雜亂 也不見得有幫助 那我別想念這個 真正 每其他朋友的 真正都不用念啊 你要念也可以啊 但是 你如果真的能夠專注 光念這個就夠了 這以前輔導人修行 一經一奏一佛 讀經又一部經就夠了 持奏就 一個奏就夠了 唸佛就唸一尊佛就夠了 那我們是 經也是這一部叫無智真經 奏也是這一部 也是這一句叫做真言奏 佛也是這一尊叫彌勒佛 三個三合一 對不對 一經一奏一佛 通通在裏面 經奏佛都在裏面 可以做回向啊 祝福所有我們 所有我們的那個冤家 冤親在主 祝福他們 都能夠消業障 就是 住在那邊 可以回向嗎 可以啊 可以回向 就是祝福 祝福所有 所有我們的冤親在主 都能夠消除業障 往生淨土 那是會對他們有幫助 對 像你們的 彌勒佛就苦經 還有說 那像我們 一些念 明世真經 這樣子的話 對啊 也可以嗎 彌勒就苦經講的 辭念一變神通大 辭念兩變得超生 你注意看那個經文 他講的是 往來照下真言咒啊 辭念當來大藏經 這真言咒就是大藏經 他彌勒就苦經 裡面內容都是 叫我們要用三寶 重點是要我們用三寶 福飲三錢對合同 要享成佛請禮拜 勞鑽一馬念無聲 念起真言歸佛令 就是三寶 這整部彌勒的救苦經 就是不斷的重複的告訴我們 要勤用三寶 抱死不死 就可以消業障 得救 用心慈念佛來救 因為佛就會來救你 還有沒有問題 好 每天都有唸真經的舉手一下 每天都有喔 你們兩位而已 三位 每天嗎 每天都有 差不多每天都有 那 偶爾唸的 偶爾唸的都有 完全不唸的 完全不唸的 你完全不唸喔 現在開始喔 要唸喔 要相信我們人生有各種的不順利 交朋友啦 學業啦 身體健康啦 心情啦 像剛才講 維根斯坦 她是精神病了 任何的不順利都是有罪業 都是有罪的 那要消罪最好的辦法 就是用三寶 很直接 你罪消了你就 沒有痛苦啦 不只是沒有痛苦啊 無罪之人啊 無怨不得 有罪之人啊 所求不罪 你有罪的人啊 你求什麼都得不到 你沒有罪的人啊 你有願望啊 都可以得到實現 那消罪業 尤其我們青少年 直接用三寶最快 就可以消罪業 還有沒有疑問 好 請 蛤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新少年 新少年用三寶最快 因為他們心比較純淨 他們肯用的話比較快 我們大的人會比較 雜念比較多 雜事比較多 雜物比較多 這樣 那我們可以這樣講話一下 西藏或西藏 西藏 西藏 你能夠這樣最好啊 時常念 時常念 你可以這樣子嗎 講話也可以這樣做 也可以要默念啊 講話你常常 把三寶加進去 你就不會廢話連篇了 就會見好就收 就會見好就收 也不會用心機啦 猜疑啦 這些都會消 然後跟人相處的溝通 也會非常的好 EQ特別好 人員會特別好 就是你把待人接物的時候 把三寶融化進去 人員就會特別好 這樣 我親口的 蛤 我親口的 然後就 就偷喝酒 偷喝酒 偷喝酒當然不行啊 親口也不能喝酒啊 哎呀 就是 要懺悔啊 不過你看你是怎麼喝 你如果說 喝一點點啊 酒 酒不要亂性啊 不能喝得醉醺醺醺的 那就破戒了 那意思是說 可以喝酒 喝到醉的 也不能說不要喝到醉 你不要喝到面紅耳赤就不行 對不對 喝一杯酒醉的 那你就不要喝啊 那一杯酒醉的就不要喝 呵呵 你是在講你自己嗎 呵呵 趕快懺悔啊 花肉懺悔 我喝一杯就醉了 而且我喝了 而且我醉了 我要懺悔 好 沒有疑問我們就要下課了 哇 那個時候 他什麼時候 都喝到 笑 唔 找到 3